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到我们芒向编辑的节目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11月2日 首先这里有社长雷文汪 大家好,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纽西兰的二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还有我家餐的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下订阅和铁铁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香煲三台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好了,现在决战前夕 还有两天,香港时间还有两天 这里也有两天 美国的白宫之癫 两个老人在决战 我们点评一下 其实他们双方都有一份报纸 也是隔空开火的 特朗普就不用再说,大家都知道,只剩大忌丸 还有霍士那些都流流的 都不是怎么理他,只剩大忌丸 霍士好像缩,好像没有以前撑得那么坚挺 他现在找这个纽约post 就是找份二流报去对抗 找份小报去对抗 所以他就剩大忌丸是绝对忠诚的 中英文报都有大忌丸 而这个阿周主要就是两份 一份就是这个《华盛顿邮报》 但是《华盛顿邮报》中文版就要付银 所以如果以中文报纸来说 他的预用报纸就是《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本身都要付钱 要付钱的 本身都要付钱 但是《华盛顿邮报》 更正回家产一样东西 其实《华盛顿邮报》我的了解就是没有中文 我没有中文? 《纽约时报》就有 《纽约时报》有中文 《华盛顿邮报》就有中文 《华盛顿邮报》是没有的 《华盛顿邮报》是没有中文 《华盛顿邮报》就要付钱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就在10月30日回应了 就说《华盛顿邮报》构成重大过失 《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 呼吁公正持平 我有一份《华盛顿邮报》是有的 我真是真手拿着一份 为什么我们之前不讲《华盛顿邮报》的消息 就是因为我们在等待《华盛顿邮报》的回应 周末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份《华盛顿邮报》 看看他怎么回应 《华盛顿邮报》也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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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偷啊 你一偷他 我发觉曾经试过有人故意偷他 一大盒偷他 结果他就会在他的Facebook那里 就会发出 这个就是偷报册了 我们已经报警了 你死定了 这样说的 如果你多拿超过一份 是要给五元新西兰纸的 一份 这份东西多几贵 我们这里的报纸 实体报纸都是两三元一份 就不用五元 一份这样的烂东西最贵 我多拿一份 剪锅底 或者拿去烧饭吃 都不可以了 不要多拿一份 他们有些东西印刷很精美的 我要推介一下 大忌远出了一份 叫做花好月圆特刊 印刷非常精美的 我拿了一份 那后面呢 还有阿珍BC那家Bens 哦 记住就是这些高档消费 那些贪官都看了 所以就在大忌远 昨天我都讲过了 其实昨天我讲大忌远的时候 都有讲过 后面都有Bens广告的 在后面 Bens大大个三角色 Bens是在大忌远上不少广告的 那不就是收德国财团的水 德国财团的水 我不知道 其实是德国财团收贪官的水 还是德国财团的水 但是这些贪官 是不知道 哈哈哈哈 那先说一下 多年以来 《大忌远时报》 一直都是一份有反华倾向的 低预算小报 在纽约的各街角 免费派发 但是就是在2016至2017年 该报就进行了两项变革 令到它转型成为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子出版商之一 哈哈哈哈 很厉害 现在跟柳时打对台 哈哈哈哈 强都无论 这是柳时的说法 这些变革也是这份 隶属于神秘而相对隐蔽的 中国零收团体 法轮功的出版物 成为右翼虚假信息 主要提供者铺平了道路 首先 这份大忌远 是支持特朗普的 其实昨天我有一节都解释过了 就是 不过也要重新recap一下 它有一份叫做今天话题的特刊 里面超过五版的蝙蝠 都是放些材料去插拜登的 五版 这么厉害? 是啊 我们还没说 没说 很多 然后还有说 特朗普兑现了承诺 特朗普又一外交成就 那些在后面 总之很多 还有 又说一些什么 数千屡无网上集结 声称作法击败布川普 哈哈哈哈 川普胜选 除非闪电 撇两次 结果老天就撇了三次 这样 就是 整份东西很神怪 当然是 好了 回到柳时 柳时就说 他支持特朗普 把特朗普 视为法轮功与中国当局共产党招讨之战的盟友 哇 招讨 原来是法轮功的用语 法轮功的做法 哈哈 招讨政策 哈哈 是法轮功在后面的原来 那当然了 共产党曾经在20年前 就取替这个法轮功 那 直当 这个是有时说的 此后一直迫害这个其成员 那我就认为没有的 那该报对美国政治相对平淡的报道 就变得更加党派化 更多文章呢 开始明确支持这个特朗普 批评他的对手 那与此同时呢 大忌院呢 在另一个强大的美国机构身上呢 就压下了重注 就是Facebook 就是面子书 那这份出版物 和它其实附属公司 包括什么阿波罗 那些什么叉 什么看中国那些 就采取了一项全新的战略 他就创建了几十个Facebook的页面 发布令人愉悦的视频 和有人的标题党新闻 然后用他们来获取这个订阅 将这个流量带回旗 具有党派性质的新闻报道之中 纽约时报 获得一份2017年4月 大忌院向员工发送的邮件之中 大忌院的领导层 就描绘了Facebook战略 帮助大忌院成为全球最大最权威媒体的途径 它将令到几百万人可以接触到法兰功 实现该组织拯救众生的使命 这个挺好笑的 今天大忌院时报 和他的附属机构已经成为 右翼媒体的一支生力军 数千万社交媒体关注者 散布在数十个热片之上 在线读者可以和每日内电 The Daily Caller 和布莱巴特新闻网 Breitbart News的受众相比美 真是超级 是啊 在线吸收狂热的极有内容 他在川普内部圈子的影响力 亦都与日俱增 总统和他的家人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来自大忌院的文章 特朗普政府官员坐下接受大忌院的访问 八月的时候 一个大忌院时报的记者 还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 得到提问的机会 对于法能工来说 这个是一个非凡的成功故事 长期以来 该组织一定难以成为一股真正的势力 以对抗北京将其妖魔化为邪教做法 不是妖魔化 中国已经取缔了 中国的香港地区都没有取缔了 要先说明一件事 好了 部分原因就是在于 组织对于中国迫害的尖锐描述 有时很难被证实 根本就是假的 怎会被证实 证实不到 这个是我的评论 或者变得过于夸张 其实你说活摘器官 你是不是真的有活摘器官 我这个是绝对不信的 2006年的时候 一个《大纪院时报》的记者大叫 坏人必早死 打断了时任中国主席的白公之行 川普的前首席策略师 布莱巴特新闻网前董事 史提勋K班龙 Steven K.Bannon 在7月的一次采访中 表示《大纪院》的快速成长 令到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也很羡慕 是他也很羡慕 他们将在两年内 成为最顶尖的保守新闻网站 在8月因为欺诈指控被捕的班龙说 这个好笑 他们用超越自己体量的气势出击 他们有读者 他们将会成为一股不容法事的力量 哇 这个欺诈是否因为有个轮在土道转 所以转出一些气势 有个轮 有个轮 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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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出来 好了 那时报一项调查发现 该组织和它的附属机构的壮大 一定程度是倚靠这些简略的社交媒体策略 推销危险的陰谋论 并且淡化他们与法轮轮的关系 这项调查包括了十几名大忌院时报前雇员的访问 以及取得内部的文件和税务文件 因为担心报复 或者因为家人还是法轮功成员 这些人很多人都不愿意透露声明 哇,就是法轮功的邪恶程度 恶过他们的口中的什么 是吧 慢恶的中国政府 他应该比较厉害 他经常说是红龙 胡锦涛主席都被他当着几千万人面前骂 而他们也没有事多厉害的气势 好了,继续 因为力挺川普加上Facebook活跃的表现 令到这个大忌员成为一个充满偏见的强大媒体力 也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不实信息的机器 一再将边缘序事推进去主流 这次有什么神呢 好了,这份大忌员就是间谍们的主要宣扬者之一 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阴谋论 说的是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对特朗普进行非法监视 与大忌员时报有关的出版物和节目大事宣扬 深层政府阴谋论 并散布有关选票造假黑人的命也使命运动的歪曲说法 最近他们又在这里散布一种毫无根据的理论 就是说这个19病毒是中国官方实验室做出来的生物武器 大忌员时报就将这种病毒称为中共病毒 释曹将这个19病毒与中共连在一起 大忌员就表示它是独立无党派的报纸 并且否认有关它与法轮功存在正式隶属关系的说法 与法轮功一样 是啊是啊是啊 你继续听完先 希仙灭组? 不是不是不是 你先听完说先 与法轮功一样 这份在数十个国家发行的报纸 采取一个分散性的结构 下次多个地区分会集合营运 每个分会都是一个独立的非营离性组织 它还极其隐蔽 《大忌员时报》的编辑是多次拒绝了这个采访的要求 一名记者今年突访 这个是柳氏的记者 这个《大忌员》在曼克顿的总部 结果遭到了一个律师的威胁 法轮功领袖尼孔芝的代表 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法轮功的正臣总部 在纽约州北部的农存址 居住者都没有回应这个置评请求的 不予置评 但是当然会经过他们的法轮功信息中心 再经过《大忌员时报》去回应 《时报》联系了很多员工和法轮功的修炼者 他们都说收到这个最高指示 不能够透露该部内部的运作的细节 他们说有人跟他打过招呼 说《大忌员》 就是这个《时报》 就是说这个《大忌员》坏话的人 就是不听这个精神领袖李大师的话 就是听李大师的话是最重要的 《大忌员时报》对他的媒体办公室 收到一段长寸的问题 只做了部分的回答 拒绝回答有关他的财务和编辑策略的问题 在一封没有署名的电子邮件中 该媒体指责《纽约时报》 诽谤和削弱竞争对手 哇!竞争对手你不是吧 《大忌员》是《时报》竞争对手 你叫我给你两元去订你 我都不会去订你了 是不是啊?《大忌员》 是啊,那些《同仁抱》 不是啊,其实都挺好的 用来蘸煲啊,打边炉 可以啊,现在只是拿一份的 因为拿多过一份要收五元 咦?这样的? 有时透露也有些报纸的 因为不想给钱买报纸的 是啊,透露和打边炉 蘸煎着的电炉都挺好用的 哈哈哈,够厚啊 可以欣赏珍BC的Benz 挺好的 全粉纸印刷是很精美的 他赚了很多钱啊 他赚了很多钱我不知道啊 钱从何来 哇,这么有钱? 经济无论多差都一大搭 当然有些唐人的阿嬸、阿姨 拿大搭回去 烧烤的头 还有吃饭 用来装鱼骨也好 因为其实他够厚啊 哈哈哈 大忌园有汪汪说的 是 瑞典和他勾结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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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结得很深啊 嘩 嘩 其实不是的 其实他们就是 知道那些贪官看的 最主要是知道那些贪官看的 大忌园 福特也有卖广告 不過福特呢 是便宜一些 半版而已 全新标馬 登陆特位 三万元 是二万九千九百九十元 无需广告技巧 不理他了 我回回来 先说这个 撤开了 那大忌园呢 其实就是 对于该部与法轮功 联络起来 就表现出一种 微妙的宗教恐吓 实际是 偏压的 那这一节 会超过四十分钟啊 我预计 因为 都是很长的 那他就说呢 大忌园时报 我们不会被人吓到的 也都不会保持沉默 基于纽约时报 提文中的谎言 和不实之处的数量 我们将考虑所有法律选择作为回应 哇 立刻说要告纽约时报 迟点就告我们这个节目 糟了 有些基因 他的宗教力量很厉害的 轮转到我们 有十四个人在我们 站在我们后面 不理他 那就不要紧了 继续 这节目40分钟啊 不过应该是特长版 李孔之 大家都知道 1992年在中国推广法轮功 是围绕这个五套冥想修炼 和一个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 没有道德的人 叫你完善道德 真有趣 因为道德重整会 有看《越与残片》都知道 《越与残片》 不要以为是《越与残片》 《越与残片》 《越与残片》的节目都知道 就是 道德重整会的会长永远都是 就是有 《越与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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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就是反击中国的政治宣传 报道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 起初就是一个中文报纸 由法轮功学员研究生唐中John Tang 在Georgia一个地下室营运 2004年大忌苑已经扩展出英文版 Geneve Bellmaker 就是该报的早期员工之一 当时这位27岁的法轮功学员 基本上没有新闻工作经验 如今43岁的Geneve Bellmaker 将《大忌苑时报》描述 为一个介于散乱的初创媒体 和狂热的教会期刊之间的混合体 员工大多数是来自法轮功分会的无常志愿者 有没有那么多无常志愿者 还要科学员工这间大忌苑的民作 对了 我就不明白了 不过不要紧了 部份使命的驱动是 让法轮功有一个背体渠道 不仅讲述法轮功的真相 法轮功的真相 我们讲的才是真的 还要讲述所有事的真相 这个Bellmaker是说的 法轮功始创人聂孔之 也是这样说的 他在演讲中将《大忌苑时报》 和其他法轮功的相关媒体 包括《新唐人》电视台 称为《我们的媒体》 并表示他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 帮助宣传法轮功故事和价值观 据两个前员工回忆 该部的高级编辑 曾经去过农泉子和李孔芝见面 一个参与过见面的员工就说 李孔芝会在编辑和战略决策上发表意见 扮演着类似影子出版人的角色 你一早就知道了 不过《大忌苑》就声明否定这种说法 说从来都没有过这些会面 《大忌苑时报》和《法轮功》的界限 有时是模糊的 两个《大忌苑时报》的前记者称 他们被要求为神韵 一个由《法轮功》赞助被大肆宣传的舞蹈表演系列 招募的外国演员赞写日美支持 因为有利于那些演员的签证申请 另一位《大忌苑》前记者回忆称 他自己被指派赞写批评政客的文章 包括《纽苑时台瑞议员》刘淳逸 《纽苑时报》被法轮功组织视为对中国的软弱派 还有对法轮功的敌对派 所以就要写衰他 这些文章都帮助了法轮功 推进了自己的目标 但是吸引的读者就很少 曾经为《大忌苑》奥兰治苑 《奥兰治》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纽苑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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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在自评请求的 2017年离开该报的《Bellmaker》 就描述这家法轮功一直在寻找 新的赚钱机会的简陋公司 《大忌苑》只有短期打算 但是不会将眼光放到未来三周之后的《大忌苑》 当时是这样 现在不用了 《纽苑时报》 到了2014年的时候 《大忌苑》距离 李洪志设想的《壽人尊》的新闻媒体 越来越近了 订阅数就增长 报道还赢到新闻奖 财报也走向稳定 大家都很乐观 以为这个报纸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这个《Bellmaker》的回忆 根据《Bellmaker》的回忆 2015年一次员工会议之上 领导曾宣布《大忌苑》再度陷入困境 Facebook已经改变了决定哪些文章 出现在用户新闻推送中的演算法 《大忌苑》的访问流量和广告收入受到影响 作为回应 《大忌苑时报》就叫记者 每天多出五篇帖 尋找能够封传的话题 通常都是非常低俗的标题 例如灰虹肚子先下水 跳进泳池游蛙式 那些 这个是登铁鱼 游蛙式是我说的 不过他的原文英文就是 Brizzly bear does belly flop into a swimming pool 哈哈哈哈 这个是真眼球的竞争 随着2016年大选临近 记者都注意到 《大忌苑》的政治报道 开始使用更加党派化的口吻 为《大忌苑时报》做过2016年竞争活动报道的 Steve Kelt 当特朗普赢了共和党提名之后 他的编辑曾经鼓励他对特朗普做正面的报道 这个Kelt就说 他们似乎用一种近乎够世主的眼眶去看阿鲁 视阿鲁为搞垮中国共产党的反共领导人 川普赢了之后 《大忌苑时报》就聘请了人物广泛的查党策略师 即是T Party的策略师 Brandon Steinhauser 帮助和保守派建立这个联系 Steinhauser说 这个组织的目的 除了提高自己在华盛顿的知名度之外 他曾经还包括法轮功受迫害的事 成为特朗普政府议题的一个任务 他们希望华盛顿有更多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怎么运作 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和少数民族做过些什么 喂 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做很多好事 珍必思你讲一讲 不如他好像走开了 不要紧了 大忌苑在幕后研发了一种秘密武器 最终能够帮助法轮功的信息传递 给数百万的Facebook增长战略 据纽约时报看到的电子邮件 Facebook战略是由大忌苑时报的Vietnam版 前负责人True Wu 应该中文名叫True Wu 中母还是母中 母中制定的 一个前顾员就说在Vietnam没有中的战略 包括在Facebook页面放上 这个风传的视频 以及支持特朗普的宣传材料 其中一些在其他网站 逐字逐句 这些网站是要去吸收的 然后用这个自动程式 吸收这些页面 制造虚架的点赞和转发 很厉害 一个专家 就用虚架帐户 来运行这些页面 这种做法是违反了Facebook的规定 但是为了保护员工免受中国的监控 有必要采取这些做法 这个就是母中的说法 母中也没有回复记者要求的回应 没有回应记者 据2017年发给大忌院时报 在美国员工的电子邮件 Vietnam的实验就取得巨大的 目前的成功 他破解了朱世伯格的演算法 换言之 他利用了他的平台 做他的宣传渠道 好了 越南团队就被要求 帮助整个大忌院 在Facebook建立自己的帝国 大家都知道这个帝国变成了什么 就是一个假新闻的帝国 Facebook假新闻帝国 就是大忌院 当然了 如果你看到Facebook上面 几十个新桌上 都有大忌院时报和附属刊物的连续 有些当然很明显的党派色彩 有些说自己是真实没有偏见的新闻 还有些跟新闻没关 比如举个例子就是 那些小小小电影那些 最有趣的家庭时刻那些 那些是偷别人的视频放在自己的频道上 我留意到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放那些狗 那些狗狗 猫猫狗狗 猫猫狗狗是最重要的 那些可爱的猫猫狗狗 最好是说那只狗狗很惨 我们现在救了它了 大家爱护动物就说这些 是的 那还有一个大胆的实验 就叫做《美国日报》 由疫症至网站 那现在这个极右网站 就有百多万个粉丝 不断推行极右的假消息 那这个网站也发表了 反疫苗的长篇大论 还有曾经发过一篇 错误地声称 Bill Gates和其他精英在指挥这个新冠 攻击疫情的文章 可以指挥的 是的 所谓的犹太暴徒控制世界的 保证据 其实这个 这个是做到极右 还有反右倾向 其实是很过分的 那当然《纽约时报》的老板 其实是犹太人来的 这个要先说回 所以犹太人是不会就这样算的 在做一些反右言论 犹太人不会就这样放过你 但是阿钦就是这样说的 我的女婿都是犹太人 我真的去帮犹太人和以色列说 我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说和 这样说的 很矛盾的 其实这件事是 大纪院不是大纪院 大纪院都是被L了 好了 当然了 要继续说 《时报》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 曾经长期担任《大纪院时报》主编的 John Arnia和法轮功下属的 广播网络希望之声的高管 一起参与了这个美国日报的创办 Facebook的记录显示 就是页面是由希望之声网络营运的 当然它的页面上有一篇永久置顶的帖里面 就是宣传弗论功的视频 大纪院在一份声明里说 它与这个美国日报没有业务关系的 信不信 这一支 40分钟 其实可能要一个小时 40分钟才说完 因为太长了 好了 大纪院时报和它附属机构营运 很多Facebook页面都沿袭类似的轨迹 他们专是吸引人家的风传视频 古墓人心的新闻开始 然后迅速发展 一个星期就可以添加到 几十万个新的订户 之后就被他们引导 来订大纪院时报 推销更据党派色彩的内容 根据史丹福互联网监察站 研究虚假讯息的研究员 Renee de Resta 他说 有些页面似乎一夜之间 就有大量的关注 很多帖 就被分享几千次 但是就没有收到任何评论 这种比例 对于内容农场推动页面 来说 就很典型的 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用一些机器的 机器账号 假账号 大量的分享 来生成一个这样的效果出来的 这个也都可以透视得到 Facebook它本身 它对于这些假账号的 没有什么抵抗力的 对这些东西都是 是的 是的 大忌院当然是否认 没有用过这些 content farma 或者用其他手段 来扩散这些影响 它说大忌院的社交媒体策略 跟之前的Wedlamp大忌院不同的 是利用Facebook自身的推广工具 来有机地吸引更多的追随者 它说2018年已经和母钟已经切割了 去年大忌院时报 已经被禁止在Facebook上投放广告 那份大忌院在被禁止 不准投放广告之前的7个月里 就花了150多万美金 来在Facebook买广告 Facebook公布不准大忌院买广告的原因 就是大忌院的页面通过 隐缓期广告购买来 规备Facebook的透明度要求 今年Facebook就关闭了500多个 连接到真相媒体的页面和账户 真相媒体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反华的网络 也是大忌院的 一直都用假象户来放大自己的信息 大忌院当然也是否认参与其中的 但是根据Facebook的调查员指出 就是真相媒体展示了一些 连到大忌院和新唐人平台上的活动的链接 Facebook的一个发言人说 我们已经多次对大忌院和它有关的组织 采取了执行措施的了 如果大忌院在未来有违反更多规则的行为 Facebook就会对它厌情的 自从被禁止在Facebook上投放广告以来 大忌院就将大部分的业务转到YouTube 根据谷歌政治广告公开数据库显示 自从2018年5月以来 大忌院在YouTube上的广告发烧 就是180多万美金 哇! 是啊! 那报纸的钱在哪里来呢? 是一个迷来的 前员工说他们被告知 大忌院时报的资金来源 包括订阅和广告收入 以及富裕的法轮功 练习者的捐款 可以公开得到 最近一年的大忌院时报协会 纳税申报单是2018年的 协会收到几笔数页客观的捐款 但是没有一笔大到足以支付 几百万美金的广告优势 班农是驻意到大忌院时报 资金红厚的人之一 去年班农和新唐人制作了一部 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他说他与该媒体讨论其他项目的时候 钱似乎从来都不是讨论的内容 钱不是问题 是啊 班农就说我会报一条数给他们 他们就会回来说 这条数对我们来说没问题 大忌院就转向特朗普 令到一些前顾员很不高兴 Bellmaker就现在做一个自由赞稿人和编辑 他和很多仍然相信法轮功的教义的人 就对这个大忌院感到很失望 因为觉得这个大忌院的做法 就已经和法轮功真善忍的核心原则背道而辞 他说这个大忌院的道德目的好像已经没有了 他们就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但是大忌院本来也没有了 本来也没有了 没有负担 他现在是被人着囚勾佔了 是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算不算着囚勾佔 我觉得大忌院本来也不值得信 一直都是不值得信 所以其实他说的都是 我觉得都是没什么意义 那不要紧 他说最近大忌院就把焦点放在新冠病毒 大忌院就捉住了中国在疫情初期的失误 大忌院的记者对楼报、荒报、病毒统计数据 以及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力 做了一些报道 这些报道里面有些是真的 但是其他就是推销夸大虚假的说法 比如一个未经证实的理论 就是病毒是在实验室做出来的 就是中国生物战战略的一部分 就是这个就是闫丽梦 他胡亂参与 新唐人和大忌院在YouTube发布的一部纪录片 就重复说了这些说法 那条纪录片在YouTube的观看次数 超过了500万次 纪录片中最主要的人物 就是名语素地的病毒学家 朱迪、米、阿维之、Judy、McKovic 他都是疯传视频 pandemic中的主要人物 Facebook、YouTube和其他社交平台 已经因为那条视频 散布虚假消息 就是将它两个消息 是的 那大忌院就说我们在这个纪录片 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证据和观点 没有讲任何结论 那Bellmaker在家里的书架上 就还摆着一张李大师的照片 那他就说呢 每次在YouTube看到大忌院 推出大有党派色彩的新话题的广告的时候 都令到他感到很厌糊的 那最近一个叫做挖掘罪事背后的视频 就是Dicking Below Narratives 是关于中国处理新冠病毒不当的 两分钟电视广告 那广告的主持人就说 大忌院在中国是有一个 为该部提供有关政府 应对病毒措施信息的地下信源网 那这个说法呢 听起来就有些道理 那视频的主持人呢 就没有提到这个大忌院和法轮功的关系 也都没有提他和这个中国共产党 进行长达二十多年的斗争 只是说呢 该部呢 给世人一个 关于世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一个准确画面 那他还说我们是 不准确 我们实事求是地报道的 这样 就是 乱叉不说的 是啊 他们在YouTube所卖的广告 都是这样说的 他说 他首先那个广告大意 就是找一个很年轻的四眼仔在说 大家看一下这些广告 主流传媒信不过的 大家要听一下一些其他选择 alternative 就是等于 这个字他们是滥用了 就是等于 叫一些人说 不要信主流西医 用alternative的方法去医自己 有些人是经常用这个字的 他都经常找那些 懂得讲中文的老外 都经常是这样 是啊 卖的那些广告都是这样的 那法轮大发信息中生 现在讲完了了 柳氏那篇 已经讲了四十多分钟了 讲到口水都干了 其实 录下来应该过半钟的 这一节是破了我们的记录的了 那当然了 大忌苑 我们只要持平的 一节视频当然要讲大忌苑怎么回应 大忌苑也很有趣的 抽出了一些内文来回应的 那法轮大发信息中心就说 纽约时报的报道罔顾事实 明显就遗留了大陆法轮功学员 二十多年来持续遭到中共绑架监禁 酷刑非法虐杀活泽器官 化神经的 作得是作 等残酷迫害 柳时面对中共暴行 几乎完全保持沉默 令人质疑其回体职业道德操守 很简单的 你去街上问 你信大忌苑还是柳时 九成人都信柳时 百分之十的人 一成的人是傻的 信你大忌苑 你说老超而已 老超都信 现在 老超都是傻的 现在我说明 都是这样说的 那当然了 大法信息中心表示 法轮功并不禁止二续通分 也没有特定政治立场 法轮功学员是平和的修炼者 但是柳时都对以上内容 予以错误和误导性的报导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呼吁柳时 清除妨碍对法轮功进行客观公正的政策 对法轮功进行正确的报导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就有个声明 它是英文版 不过这个就是全文翻译 就是中文的翻译 因为我现在拿着这份大忌苑今天话题 是中文版的 好了 那《纽约时报》 头版就发表了一篇题为 一份令人废解的报导 如何什么什么 其实它好像乱的翻译 就是《纽约时报》官方的翻译就是 大忌苑 从反华小报到右翼影响力机器 这篇文章里面 宣度了对法轮功的错误描述 显示其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所遭受的人权迫害 程度和规模的理解是 惊人的浅薄 我们也很浅薄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法轮功是完全没有受到迫害的 中国几百万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和美国媒体政治格局没有联系 在他们继续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绑架酷刑 法外虐杀之时 神经病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所出现的问题构成重大过失 或许甚至是恶意的 看到《纽约时报》在攻击竞争对手媒体之时 对法轮功进行诽谤 我们对此感到痛心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 Levy Brody就是这么说 这篇文章在报导佛家修炼功法 法轮功上出错 其实法轮功不是佛家修炼功法 是他们自己 要讲清楚 和佛教人 和佛学人也没有什么关系 李洪志是抄了几样东西混在一起 我们稍后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多人修炼 其实是有得解释的 我们找个机会再讲 现在再讲这篇文章 如果再讲就太长了 这一节节目 当然这个 他就说这个《纽约》 就遗留了法轮功在中国所受到的迫害 标志着这间 曾经是美国新闻业之处的媒体 陷入奇怪和令人不安的道德下滑 不是吧 那Brody就说 这篇有问题的报导令人违陷 但是对《纽约》并非反常 虽然《纽约》报导了中国和其他地方 对其他宗教的迫害 但是过去20年来 《纽约》《时报》对中国法轮功学员所持续遭受的恐怖人权迫害 几乎完全保持沉默 实际上至少有一名《纽约》《时报》记者公开表示 他不被鼓励调查法轮功良心反租强摘器官的事实证据 《纽约》《时报》的文章 将法轮功在中国面临的侵犯人权行为简化为 《纽约》是法轮功自己的指控 是真的 事实就是 弱化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面临的迫害程度和规模 这里又要平一平 为什么呢? 其实这班人 法轮功的人最可惡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之前他们借华受宗教迫害而移民 然后移民之后 就整天回中国的拿着外国护照 就去申请中国签证回国内的 曾经这里卖过一则新闻 就是有一位女士是这样做的 结果就被人取消了加拿大的 很多的其实很多的签证本来 以前是很容易的 就是说有这个宗教迫害 但是我们都说过 一直我们的条约就是给他 就是叫做 但是其实外国政府就对他们很小心的 因为他以前就批得太多 这些这样的人的签证了 而且他们真的 一拿到外国籍之后 就整天都回到内地 嗯 而 就是 中国领事馆是批签证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国籍的 是啊 所以 所以就是 很奇怪 整件事 当然了 现在要继续讲 那么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 这个群体指控中共 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 摘取死刑犯的器官 其一个附带说明的参考文献表示 早年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往奴教所 暗示中国 现在很少有法轮功学员面临生死有关的迫害 这个是真的 当然了 法轮功就说了 这个说法和事实相去甚远 自由之家估计 中国现今有七百万至二千万 法轮功学员坚持修炼法轮功 今年法轮信息大法中心 不是法轮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 记录和报道了几千例 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判重刑 酷刑折磨和迫害致死的案例 并且中国政府的网站 暗示了在全国的城镇 暗示 中国政府网站需要什么暗示 不用暗示的 它说暗示在全国的城镇和乡村 对法轮功学员展开了新一轮的清零行动 如果要清就一早清的 根本就不需要暗示的 重要的是 不仅仅是法轮功方面的记录 就记录了中共对这些和平修炼者的极端暴力迫害 二十年来 几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滋扰 拘留监禁折磨或者虐杀 这个事实在联合国大社国际 自由之家和美国国务院的年度报告 予以定期记录 这些是乱说的 乱说的 再举几例先 乱想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 Manfred Nowak 在2007年的报告说 中共政府在压人员遭受酷刑者 有百分之六十六是法律公学员 怎么会有可能啊 你怎么拿到这些数据啊 神经病 那2016年呢 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致通过 第343号法案 关切持续和可信的报告 指出大量法轮功学员 遭到系统性国家政权认可的强摘器官 决议案表示 有很多拘留所和奴教所 法轮功良心犯是犯人的主体 据说 他们被判最长刑期 和遭受最残忍的虐待啊 哈哈哈哈 不是啊 他每次那些神韵 到中间就会 找个女人走出来 说他怎么被人夹啊 怎么怎么的了 很噁心的啊 或者平日在街上就表演 说被人夹手指啊 找了铁笼道啊 说来说去那三幅匹的啊 你信不信呢 我其实真的不信这些事情 就是他 始终也有人信 始终也有人信 但是他搞得太夸张了 自由之家 2017年 发布了一份报告 有一个章节 就 详细讲述弗论弗 那报告指出呢 儘管共产党 已经对弗论弗论弗 进行了长达17年 斩草除根式的镇压 但是几百万人呢 继续修炼弗论弗的 那这个报告呢 就说中国各地的弗论弗学员 被普遍监控任意拘留 拘禁 遭到酷刑节目 他们很可能被非法虐杀 那这份报告呢 那这份报告呢 独立核实了 怎样可能独立核实呢 如果你 其实这个 就是又是多 多余 你说如果你那个 你那个 组织 在内地被人任意拘留 拘禁 遭到酷刑折磨 你可以独立核实 不是吧 是 还有什么 他说 他说全部都清掉 那为什么还有几百万人呢 是啊 我真的不明白 磨叹可再 是真的 是 是 不过这一节都要讲一半 那其中最强的刑期 就有十二年 那报告就说 这个只是一部分被人拘捕的案例 据信呢 还有几千人在各个监狱 和法外的拘留中心 那大社国际呢 其实就是 Amnesty International 应该是 那一向都是胡说的 这个 那他就说 1718年的报告呢 就说 法轮功修炼者 继续遭到迫害 喂 如果你真的继续遭到迫害呢 那应该呢 就是申请难民签证 就很容易的 法轮功 是不是 但是事实上不是嘛 现在连外国政府 都看穿你这帮扑街 不是真的受到迫害嘛 假的 开头是变成一个移民组织 整件事是 骗身份 其实就是 说白了就是 是啊 2013年人权组织 就发布了一份详细报告 其中长进记录了被拘留的 法轮功学员 在奴教所遭到的酷刑 而且在奴教制度被飞退时 大量拒绝转化 拒绝诋毁 他们的信仰的法轮功学员 被转移到司法管轄的监狱 和法外拘留设施之中 关于活摘器官 人权组织决策者和学术界 已经广泛接受 中国的法轮功学员 因被获取器官而虐杀的现实 这个不是 不过这么说 2019年主导国际刑事法庭 在英国召开了一个由医学法律 中国专家的独立人民法庭 法庭就作出结论 这个法庭其实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他那个法庭的意思是 就是乱叉这么说的 就是乱双加酒 那样就可以乱双维 我开过法庭 那我们也要复向法庭 是吧 法庭要作出了結論 法庭公學員被大規模的活摘器官 這個惡行仍然是繼續的 如果大規模的活摘器官 中國為什麼要輪器官要輪那麼久 是的 我們認識一些有腎病的朋友 都是要等個腎 都等了很久在內地 如果真的活摘器官很快就換到了 紐約時報沒有對此卻這個 這個不最後的報道 怎麼可以說一些假的 怎麼可以報道一些假的東西 所有引發這個問題 人家不報道都不行了 這些法庭公的六屆基本上就是 不靠他那邊就咬你 其實有很多香港人都是這樣的 不過沒辦法了 現在要再看一看 他就說又要有陰謀論了 福利益家現在的陰謀論繼續講一下 引發一個問題 人權組織西方民主政府聯合國 和很多媒體機構廣泛記錄的報道 為何紐約時報呢 在這篇文章上所有證據 以這個群體的指控進行描述 因為真的只有你們進行這個指控嘛 是不是因為紐約時報 對法輪功的迫害委幕如深啊 如果是這樣 原因是什麼 或許這個因為紐約時報的發行人 Arthur Salzberger Jr. 和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迫害法輪功的元兇 監視何臣 每個人都說迫害他的 可能何臣都是法輪功 可以搞你下一個法輪功的人 好了2001年 一次會面有關 那次會面之後 接下來的20年之中 紐約時報就沒有對法輪功所遭受的迫害 進行有意義的報道 不過記者Andrew Jacobs的文章是顯著的例外 不論出於何種理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紐約時報的沉默是一個最直接的證明 沉默都不行的原來 哇 這樣的 好像昨天我們說不罵法官 不罵法官都不行的 有些人說搞錯呀 還有對於某些網台在那裡吵架 不表態都不行的 哎 真的 好了 前紐約時報的北京記者 DD Kirsten Tadlo 向英國獨立人民法庭 提供的證詞表示 活體強擇良心反器官 不僅發生在中國 而且是器官移植外科醫生們公開的秘密 值得注意的是紐約時報 積極鼓勵他不對這個事實進行報道 說明顯的謊言 現在紐約時報是 紐約時報的文章 反對法輪功的教導和信仰進行了明顯的錯誤描述 該文章稱法輪功禁止二族通婚 然而 即使在世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 包括紐約州進行隨機調查 二族通婚和混血兒的情況比比皆是 事實上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的執行主任本人 以及其他幾位義工都是二族通婚 其中許多人是有子女的 他們都收論法輪功 那謊言從何而來呢 這個近年來中共大使館在英文宣傳中 利用了這個詞語來妖魔化法輪功 因為他們知道西方社會會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就會引發爭議 這篇文章 所包含的虛假訊息顯示 紐約時報 妖魔就沒有對基本事實進行基本的核查 妖魔就更為糟糕的系 蓄意地加入這些虛假訊息 加強其對事件的描述 現在是老屈的 我不背你 你又屈我 其實他有沒有反對 法輪功有沒有反對二族通婚呢 其實是 這個是有得爭議的 早期的東西其實是有的 如果我記得我看法輪功 早期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早期的文獻其實他是有的 有反對的 是啊 有反對這個二族通婚的 那紐約時報是說一些早期的東西而已 那你之後改了 你之後改了就沒有了 改了就當不了了 當然他就說這個文章是污衊法輪功了 那他還說紐約時報這篇文章 還有一些微妙的誤導性的陳述的這樣 那描述的那個消息來源呢 作者就表示這些人保持匿名是因為他們害怕 來自法輪功的報復是事實是會的啊 關於這些恐懼文章沒有提供證據和可信度 只是其暴力含義和和平的法輪功修煉和法輪功學員的言行 截然相反 法輪功有多和平 大家都知道的 此外 很多名人對法輪功頗有了解 可以證實上面的指控沒有根據 那我要講一講 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Hugo 表示法輪功學員是溫和善良的好人 不是壞人 那賓州大學 講賓州大學之前先講加拿大 你認不認識這傢伙 家產 真的沒有怎麼聽過 可能我顧流寡聞 他怎麼都會找到一個人出來的 別忘記 那賓州大學 講講賓州大學 歷史是國際關係專業 奴德教授 Arthur Waldron 今天講到法輪功的時候 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 他們都是傑出人事 聰明 勇敢 受過良好教育 努力工作 有道德 不是吧 我有點釘訊 很辱茅 這個都不知道是誰 可笑的程度就是越來越強 事實上 20年來中國各地幾百萬人遭到可怕的暴力增壓 好了 但沒有一個已知的案例顯示 法輪功學員對迫害者進行報復 相比之下 法輪大發信息中心最近報導了一個案例 一個法輪功學員向其受到家庭暴力的妹妹提供幫助 總共警方非但沒有逮捕私捕者 而是逮捕了提供保護的人 但僅僅是因為他的信仰 將他扮形刷裂 是假的啦 紐約時報的文章 同樣沒有包含這方面的描述的 讓讀者誤以為法輪功學員傾向報復 這個概念是極具誤導性的 他們傾向於造謠抹黑報復 可能沒有 因為物理上的報復 不停傳謠 傳謠就當報復 不停唱衰你 其實唱衰人都很PK的啦 其實說他們一張報紙在手 有媒體控制了很多東西 好像阿鐸叔那樣 好像阿倫三 他的世似現在還好過鐸叔 鐸叔都深入不了中文 其實他中文都有 中文來的 現在他變成 英文又有 經常都找那些什麼老外 看中國 看世界 其實他不太誤解 其實 哎呀 滲下滲下 其實你說法輪功有沒有受到暴力搞人呢 有都不奇怪 你這些邪教組織都是做這樣的事情的啦 迫害啊 迫害人 不是別人迫害你 他自己被人打喊的時候就說別人迫害他啦 其實你繼續說 而且邪教這方面 美國絕對是一個邪教溫創的 是很多奇怪怪大大小小的邪教 每年都在美國發生不同的罪案 其實我覺得法輪功很多時候就是 就是他自己說自己被人迫害而已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其實講到 講到尾呢 他紐約時報 我認為就較可信一些了 你大紀元說的 說就是 第一條套路就是 假扮可憐 假扮被迫害 假扮可憐 假扮被迫害 其實他們有沒有用武力衝突呢 我肯定告訴大家一定有 他們的做法是怎樣呢 他們搞完事之後就假扮自己是受害者 就好像卡布一樣 是啊 還有就是類似河神一樣 是 攻打 經常被人攻打 他先把他咀嚼了人家 他咀嚼了人家先的 每次都是咀嚼打先的 人家咀嚼了他就說他自己是神迫 這些混蛋 就是法輪功都是這樣的 所以他就到處罵這個罵這個罵那個 好 到人家還擊他們就說 我被迫害的 然後揭發了他們做假事 有人打我們了 法輪功還有他抵制醫學那些是真的 抵制現代醫學那些是真的 事實上 叫人不好吃的 早期 在他最早期那時候 我看過一份他對抗的報紙 就是說 今天我們發現了一件事 李洪志他們的教主竟然戴老花眼鏡 他說過他不會戴老花眼鏡 是啊 教主會老花 是啊 教主竟然戴老花眼鏡 震驚了整個法輪功 然後說他有一個宣傳的人 他患了什麼鬼 搶癌啊 死了啊 他不是修煉太郎大法 他不是修煉太郎大法 不用看醫生的嗎 就是這樣 他基本上是走失一些 等於叫人不要打這個 不要捐血那些 你聽到這條都不適合牢 這個是他最初期玩的那套 是啊 那你現在聽到這裏的網友 請你聽下去 這裏才是重點中的重點 紐約時報試圖給法輪功 按上一個特定的政治形象是沒有意義的 法輪功團體和法輪功始創人李洪志先生 和美國或者其他地方 沒有任何政治聯繫 這個謊話這樣寫出來都可以 這個法輪功中心 接著他還說 事實上李洪志先生反覆告訴法輪功學員 不要參與政治 好像不一樣 就是人格分裂的 法輪功學員個人 對社會持有自己的信念 這些信念涵蓋了和非常自由派 和非常保守派 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所有政治範圍 但是法輪功團體本身 並不參與政治 不支持任何特定的政治人物 嘩這個謊話這樣都說得出的 他當人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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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的確確 這一次 太明顯了 他的政治立場 是這麼明顯的話 都說其實我不支持的 之後不用說了 之後那些人他就說 美國國會有很多支持他 那些都是兩黨合議提出的 這些灑冷氣 說到這裏就不需要說了 其實 不過他整篇東西 超過一半是謊話的 我自己認為 柳時報道是沒有重大過失的 而且是公正持平地去報道的 但是法輪大法這個信息中心 就是胡亂說的 問題是他有一幫受眾 還聽他怎樣 雖然現在柳時這樣評擊他 但是我覺得信的人不多 因為現在去到大家兩邊的極端 各種極端 大家已經不聽對方的說話 所以柳時的回擊 我不認為是很大的力量 而大紀元只會繼續壯大 透過這些虛假信息 不停地壯大下去 所以就算你Facebook怎麼打壓他 他已經不怕你了 是啊 他已經有這個能力 他有這個實力 把這個黑寫成白 也都有能力把白寫成黑 是啊 美國容許這些媒體存在 最後就搞死了自己 他是搞不了中國的 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不會看這份東西的 最多海外華人 拿來的一般都是佔下鍋底的 不可以這麼說的 我們做節目都有引用它 因為這次是要持平地說的 如果純粹說柳時怎麼說 我們就被人罵了 我們兩邊都有說 但是當然我們都要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就傾向不相信這個大紀元 這次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因為講了幾個小時 講到口水都乾了 破了紀錄了 就是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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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